你从国外回来咱就没怎么聊过 一直都在忙着其实有好多话想说 还没来得及一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 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 都是大老爷们说的有点女人了 又要离开了你得惦记咱这哥几个 我后面这些话太啰嗦有点说不出口 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 在那边注意身体有事没事常联系 别老玩神秘小心回来我跟你急 别老委屈自己想吃什么吃点什么 要是回来再瘦了哥几个踹死你 踏踏实实呆着说说你那臭脾气 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认真帮你 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抓一电话 这电话对你没有关机没有不在乎去 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 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 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 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挺你 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 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 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 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 干杯一杯切着再来一杯不醉不归 切满的任务哥几个全醉喝吧 没有人会在乎别的吐完了再来 不会有人先睡笑着 也许笑能止住眼泪在咱们的字典里哭 可能真的不会 看吧 口无遮乱不知疲惫 谁也管不着哥几个爱说谁就说谁 高了 开始在大街上抽风要走的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唱着那首歌名叫龙井龙井就在这儿它印在了夜空 走吧 哥几个永远并肩前行谁也不会落下这就是龙井 醉了这回彻底的醉了什么也不想这是离别前的安静 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 飞机起飞了没有祝福没有告别就这么走了也是你就这德行给你准备的东西你也不说拿走是怕哥几个把你绑了不让你走是吧在那边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了缺点什么就和哥几个说你别扛着 要是真想回来你就赶快马铃回来小贼这边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你弄呢在这边的家人有事你就言一声别让你家老爷子觉得这边没亲人了 还有一大堆话没说你就回去了啥时候回来给我一准日子千万别忘了别的什么话我也不在三八了电话给我打电话咱得联系着我说着这些肉麻的话只起起皮疙瘩行了兄弟咱就这么着吧 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哥几个挺你兄弟 你的心就在这里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